将近500吨重的货船被大浪推到岸边搁浅 卡在这里很尴尬 交通部 航港局和船东以及专家评估后认为 把船拖走的另辟航道 再加上船底破损 风险以及成本都过高 最好的方式是现场拆解 货轮解体移除 必须留意对环境的影响 蒙古籍联合三六货轮13号搁浅后 紧急被抽取残油防污染 不料一次因为电线短路起火 还好没有人受伤 海市公司表示 接下来如果气候稳定 就能够照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 解体移除 大海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而这是线上救命一名工厂员 接下来就能够照计划用一个月的电线短路上